有告通報觀光局所基盤的台灣10台觀光秀社的網路 以及明信片票算外動以及進市客動 包括南大館的一支頂頂十七的特色鄉頂 都一位了這支頂頂的獲勝名單 做白單位也要以開放民眾來票算的方式 來共同加一拼選 對主管理條件以及一支頂頂鹽鳳榜 也要在開出的頭一天 對來豐富南大館民都可以擁有來參加票算 各種各種投票方式 我希望大家都能來參與我們基集有它的觀光的特色 雖然是一個小鎮 但是它的觀光文化方面非常的鮮遠 期待大家都能夠到基集來這邊來旅遊 也能夠幫我們票投一下這個基集小鎮 那我們基集這次在網路票選也希望說 大家也給我們在網路 因為它是沒有認IP證的 應該可以每天都來投票 也希望說看到我們這個節目的 也希望說來給我們基集加持 甚至我們整個藍頭線 就以基集代表藍頭線的話 我想說這個是我們藍頭線應該予有榮淵 這次的票算方式 從來當前到網站 以電機電主遊客來參加投票 另外它可以依靠明信片的紅線 來參加投票活動 這次店長鹽鳳幫表示 這次店有剃圖香港 以及是水道頂在地地線 絕對有主意 因為台灣重要的十代管工休閒 那當然我們在基集 本身一份子 我們也要相當用心 還有努力在我們一個環境 展現我們基集 勾矣 純樸 還有勤勞 這方面的美德 在各位給我們加持之下 能夠讓基集拖延而出 然後進入台灣十大小城的 一個選拔的一個範圍 不管是網路票算 要是用明信片來投票 民眾都有主計 能夠參加 出版單位基盤的條狀活動 最大眾是一台所謂相機 僅僅民眾也能夠 在地匯形的手機的APP 來參加投票 票算活動 只有三個設計 南岡政府一個集集團公訴 由於現在開始 讓其鄉親都能夠 擁有參加票算 帶來得支持集集團 記者見本身 蔡鳳報道